你好 欢迎收看3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委托社福单位为弱势长者 深信障碍者提供送餐服务十多年 累计送出了230万个便当 社会社指出 今年预计要增加5家的单位投入送餐服务 并且新增45处的据点 让偏乡的弱势长者能够维持均衡营养 也获得关怀和支持 花联县老年人口占全线17.8% 花联县政府委托社福单位为弱势长者 深信障碍者提供送餐服务 继门诺基金会及一粒麦子基金会后 花联县政府25日上午 举行花联好时光幸福中泡塞记者会 宣告近年陆续有5家单位投入送餐行列 然而在对于有些行动不便或独牢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我们就是县政府委托给一粒麦子 以及门诺 还有我们的富尔节 以及我们的这个第二照顾 那今年多了5家 5家这个还有我们红业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父母的部分 这5家为什么会再委托其他的5家呢 就地让协会来送餐 会更让我们的这个长者 会感到更贴心的服务 花联县政府社会处代理处长陈嘉富指出 透过营养师设计餐食 周一至周六送餐到府 从每天补助一餐调为两餐 每餐餐费由新台币55元 调升至70元 为了鼓励长者走出家门 到邻近据点 包含文件站 社区关怀据点 福气站等供餐 希望能增加45个据点 达到300个据点目标 协助经济落实长者 获得日常营养补充 落实高龄长者在地安老 记得长方眼 华联士报导